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贝银行学 夏 各位同学好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三十五奖 是二十章货币政策的目标与效果 那么这奖我们非常的荣幸 邀请到这个经济学博士林申平老师 来跟各位同学共同学习跟分享 有关货币政策的目标跟效果 如何去衡量跟测定 谢谢刘教授 各位同学好 刘教授在前一两讲 已经对于货币政策的一些工具 数量的 价格的 以及值 直接控制 间接控制的 这一些的一些货币政策的工具 那从刘教授的说明里面的话 当然我们已经都很清智 每一种货币工具的话 都有它利润的一种精神 跟它使用的一个时机 跟它产生效果的话 到底是立即的还是间接的 还是有其他必须要配合的 所以要产生货币政策工具 效果能够发挥的话 那当然一定要斟酌 各个时间地点空间 各种情况加以配合 我想这个工具并不是单纯 一项可以解决 而是多项加以配合才可以 所以等一下再讲的 这个政策的目标跟效果 那更可以看得出来 谢谢这个林老师 所以有关于前面政策当中 已经给同学了解 每一种工具 它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目标 我希望公开市场的目标 它是银行存款准备金 跟准备货币的影响 都非常的清楚 存款准备利益 货币层数也目标 所以说这一讲 它最主要的学习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 了解货币政策是最终目标 是它的法定目标 那么第二个 了解操作目标 以中间目标的选择标准为何 也就是说这一讲当中 要告诉同学说 针对前面货币政策工具的核心的目标 那么我们来检定到底它的效果 有没有办法达到 好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那么同学要了解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当中 也就是各国 我们所讲的法定的目标 如果你这个货币政策 你的法定目标是什么 所以这个法定目标已经告诉同学 它的核心是前民的利益 所以不能被利益政治团体来左右 所以这个核心就不能被扭期误导 那么有关这个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也就是 各位同学 世界各国 法定的最终目标大概大同小异 当然有些国家既它的金融市场的成熟度 发展度 健康度 以及法律的成熟度 所以有些可能单向 有些可能酸向 有些可能多向 但是同学人家要了解 目前在这样一个地球 要多向应该有困难 困难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的冲突 等一下会给同学做一个报告 那么有关于这个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引进 按照各国金融市的一种 这个一般所讲的这个法定 也最终目标的这个顺序点 最先是物价的稳定 物价的稳定 就是稳定物价 因为各位同学可以了解 当前是货币经济社会 那么货币经济社会当中最可贵的 最有大的发明是货币 所以货币对内用物价来表示 对外用汇率来表示 那么货币的时间价值 就是利率 当然中央医党有责任 能使物价稳定 物价稳定 因为货币共产率就是稳定 当然中央医党没有办法向你保证 它的货币价值都不会改变 我想由货币到现在 这个的使命总也没有办法 这个一般所讲的切拔 尤其现在各国都在发行钞票 我想稳定物价这个法定目标 就值得 值得接受严苛的挑战 那么第二个法定目标 也就是一般所讲的充分就位 我相信各位同学也可以理解 这个充分就是各国私政的目标 所以有些说我们生活在中国民国很幸福 现在像欧洲国家有些国家 失业率竟然高达将近百分之四十七点多 各位同学看看 生活在那个国度有多痛苦 当你没有职业就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就没有一个安全 所以为什么现在压力不大 再说你没有稳定的职业 所以为什么政府对企业都会提供这么多的优惠 因为企业是创造就位最重要一个来源 所以企业要有企业家的风度 如此你才有办法支付 赔得 累积善的能量 来获得你的子孙的兴旺 那么再来第三个 一般的经济成长 我想经济成长不断的成长 才有办法带动不断的就业 才有办法增进国民的福祉 最后才国际收支的平衡 国际收支是指一般所讲的 这个汇率的稳定 这是有关于各国也法定最终目标的研究 说任何一个国家也货币政策 不管你用数量型的政策工具 价格型的政策工具 品质型的政策工具 你的法定最终目标就要得到这些 那么再来第二个 那么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定义 那么什么叫物价稳定 物价稳定就理论来讲 也就是说 防止物价的上下波动 所以上下波动不表示说 它不要变动 就不要过度就好的 所以理论上衡量有四种方法 第一个 消费者物价指示 CPI 第二个 生产者批发物价指示 WPI 是看成本 第三个 国民生产种子的贫检指示 第四个 综合资产指示 不过给同学 一般在用最好用的 最精准的 是应该国民生产种子贫检指示 问题 它的技术 资料所以很困难 也就是理想 但不止 所以目前我们还是以消费者物价指示 为衡量的工具之一 也就是目前还是以CPI为主 这个观点上了解 虽然说国民生产品价是非常棒 问题技术的层次 不是这么简单的 那么第三个 第二个 一般讲这个 充分就业 注意 充分就业并不表示失业率为例 它引起自然失业率 自然失业是指什么 过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 季节性失业 这些失业率占你的总失业率 不超过6%或5 都叫做充分就业 所以充分就不是失业为例 不要误导 不要误导 那么第三个 我们所讲经济成长 那么经济成长是国力 增强国力的象征 一般都用实际国民生产净值的成长力 一国经济的状况 不过目前一般都用GDP 国内总生产比较多 过去是用这个 但现在都用GDP 国内总生产 那么再来第四个 国际收支的平衡 那么国际收支平衡是指费率稳定 费率是哪些 经常账 金融账跟资本账的平衡 所以有这个最终目标这个定义 同学就可以了解他的精神所在 好 先休息一下 好 各位同学 那么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眼镜跟定义当中 你大概可以了解 一国都要完成这样的一个目标 但是中央有中央银行的限制 以至于说货币政策真的能这么的填满理想 没有其他政策的协助 就有办法完成吗 那有关这样的一个迷思 我们来请林博士给我们了解一下说 货币政策有哪些可以做 有哪些不能做的一些目标 好 请 好 谢谢刘教授 那货币政策的话 当然有它利润的基石 也有它发挥效果的一种 根据或者是一些限制 所以要看货币政策 到底有哪些可以做得到的目标 有哪些可能目标的话 没有办法直接完成 那有所谓可以做得到的话 大概它可以透过货币政策的一个交易用的话 维持金融的一个储蓄的稳定 这个还可以做得到的 因为是纯粹从金融面跟货币面来加以调整 第二的话它可以发挥这一个消耻干扰的一个意识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碰到一个政府财政赤字的时候 它可能会造成有一些物价上涨的压力 那碰到这个时候的话 就可以透过所谓的紧缩的货币政策 来加以消耻这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压力 这样也可以发挥效果 那至于有时候它没有办法达到的 因为它有一个正反面的一个效果会出来 那比如说它没有办法 这一个控制利率 那如果说货币供给量增加的话 当然就会造成了这一个市场短期的利率的一个下跌 那下跌了以后的话 当然会引起投资的增加 投资的增加 那所得的产出的增加 所得的增加 那这样的话就会又引起对货币的总需求的增加 那对货币总需求增加的话 又造成利率的上升 所以开始会有利率下降的一个效果 但是演变到后来的话 又有利率上升的一种压力存在 所以这会有一些互相抵消的情况存在 第二个的话它也没有办法 很有效的来控制所谓的失业率 那比如说你透过所谓的货币供给量的增加的话 当然在市面上马上看得出来的话 就所谓的物价会有一些上升 物价上升 那物价上升的话 就会带动所谓的一些成本的一种增加 成本的增加 那成本增加的话 当然在所谓的这一个利率来讲的话 就相对的一个降低 那这样一来的话 投资可能会慢慢的减少 产数也会减少 那产数一减少的话 当然失业率又增加 所以失业率可能会有一些下降 但是后来失业率又增加 所以这个又造成没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这个后币政策的一种工具的话 它有些可以比较有效的来达成它的一个目标 那有些的话 它可能必须短期长期的话 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情况 这个的话可能就必须要慎重来选择 所以各位同学都要了解一下说 中央银行它的货币政策 有所可以为的 像有关的金融智息的稳定 但是也有所不为的 它可能没有办法说来控制利率或失业率 初期可能会有效果 但是可能就会造成一种矛盾现象 那么这一点也就告诉你说 最终目标的一个冲突性 所以说进一步我们再参考第三个主题 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冲突是哪些 那么这些是告诉同学 金融政策的目标跟总体目标的相互冲突 那么这个货币政策最终目标 跟总体经济目标冲突 不过这里面同一个观念 它在短期获取会有这样的冲突 不过在场景上 一般都会相互相成 相互来这个激励的一个作用 短期获取 当然这就有赖中央银行的专列 跟它的经验 对整个周遭环境的判断 来做出独立操染的正确这个决策 所以说我们对货币政策 也不能过度高估跟齐喜 因为它本身之间有相互的矛盾 也就是它也有所为跟不可为的地方 那么有关这个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跟总体目标相互冲有几个 像第一个物价的稳定跟重温就有冲突 我们一个先把它练完 第二个物价的稳定跟经济成长的冲突 第三个物价稳定跟国际收支平衡的冲突 第四个经济成长跟国际收支平衡的冲突 那么这些的冲突 我们很简单给同体了解 像物价 物价跟这个聪明就会的 按照汇率补线 你要追求低的失业率 你就必须以高的物价上涨率为代价 所以这是很难以以熊掌多尖的 当你起这个你就要考虑舍那个 起舍之间就靠你目标跟也核心的一个启定 所以刚才我说说每一个政策 我们都先给同学了解 它的核心在什么地方 选择性最主要是控管也资金流量 这样你就可以在冲突当中降低到最低限度 那么第二个我们再简单讲一下说 物价稳定跟经济成长 那各位同学 如果说你一般所讲的物价很通过分量之一 中央一定会紧缩货币政策 紧缩货币政策 当然你的利率就会提高 利率提高 当然你的消费投资就会减少 进而就会影响到经济成长 我想这个都是相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因为有这些冲突 所以一般在食物上 我们的做法比较务实 怎么务实法呢 也就是各国中英党都很聪明 他会按照某一个时机 如果说现在国人的失业率非常非常严重 这时候中英党大概会追求经济成长为主 先解决失业的问题 至于物价上涨呢 那另当时是 我现在世界各国都这样 包括日本的安倍经济的经济协 他先印钞票 先解决经济问题 至于以后会不会通货本账 那是别人的事情 但这句话是我讲不能这样讲 那是肯货亚的事情 这个同学也很清楚的 如果说你今天都不赚钱 高多光靠这个借钱 我想以再养再获取出奇 人家还可以的 未来应该不会持续 可以同学说道理都很显现 所以一般大概会这样 先考虑到四年 如果反过来讲 现在物价真的上涨得很严重 那么这时候我相信 每一个国家 一定不敢先追求这个经济成长 先稳定物价再讲 经济成长以后再讲 也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中央都用物质 看当前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 用物质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我想这是化学冲突的 一个中庸的处理方式 当然中医院的智慧 中医院的专业 中医院的经验 以及他要一个无私 就像我们中医院的总裁很无私 所以你看 其实还为国人才努力 他人生的乐趣应该都没有 当然人生的乐趣就有两个字 工作 这是我们的幸福 所以我常常讲说 人真的要懂得要知恩 感恩 报恩 跟私恩 所以这个社会好的还是很多 我们大家都要用肯定的 肯定 但是因为这个社会都恩将仇报 所以我来特别给同姐提醒一下 累积得量 最重要懂得知恩 感恩 报恩 跟私恩的能量的一个加持跟贯注 好 这是说有关于这方面一个理解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讲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观念是说 操作目标跟中间目标的一个观念 那么这是给各位同学一个观念 货币政策的攻击 货币政策的攻击 它不可能直接影响到最终目标 物价稳定 重复就位 经济成长 国际收入 它不可能 它一定要透过一个过程 间接地来影响 它不可能说马上直接的 不可能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一定要透过操作目标 跟中间目标的传递过程 那么什么叫做中间目标 中间目标是实践货币政策 最终目标的前提 所以同学就可以了解 中间目标一定要跟中间 这个最终目标 关系要非常的密切 那么操作目标 它是实现货币政策 中间目标的具体的实施 所以同学你看看 中央影响货币政策 先影响操作目标的变量 再影响中间目标变量 再影响最终目标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时间的落词 如果消失时间落词 非常的重要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给同学报告一下说 有关于这个 它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用一个图表 同学就很清楚 就可以看出彼此的互动关系 那么首先 它的这个政策的工具 也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量化的 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力 从确切力跟其他政策 这是政策工具 那么这个政策工具 在影响一般所讲的操作目标 所以操作目标 这一般所讲的准备金总量 跟猜款利率 然后操作目标 再影响到中间目标 所以中间目标 有一般所讲货币供给量 市场利率 跟股票的价格 最后 才影响到最终目标 物价稳定 充分交易 经济成长 国际所知的平衡 所以有这个过程当中 彼此有相互回馈的作用 所以同学 你就可以理解说 货币政策要达到最终目标 关键 你要适当选择操作目标 跟中间目标 那么你这个操作目标 跟中间目标 选择有一个很基本的条件 因为你中间目标 跟最终目标 要非常非常的关系密切 那么操作目标 跟中间目标 也要非常关系密切 所以它选择的标准 关键 你这个政策有没有效果 你的关键在这个地方 你选择的操作目标的变量 你选择中间目标变量 会左右你这个政策的效果 那么通常你要得到一个非常棒的 操作目标变量 跟中间目标变量 也选择标准都要有四大条件 第一个 要有独立性 也就是说你选择这些变量 那么你不能 不能遭受非货必需因素影响 所以的要有独立性 第二个要有相关性 也就是你选择的操作变量 跟中间变量 你跟最终目标 彼此之间都有相关性 如果说我现在 我要这个影响 中间目标的货币供给量 我的操作目标 就必须要影响 影响存款准备金 所以我的货币政策 我就必须要影响到 存款准备力量 存款准备金的才有效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例如 你要影响这个存款准备力 你用国民总生产 或国内总生产 那你就没有用的 为什么 这些虽然会影响到 货币供给量 但是不是最好的指标 因为它影响因素很多 或是说你消费跟投资 也可以影响货币供给量 但是影响消费跟投资 因素很多 不是中间变量可以控制的 所以这个也不是非常有效的变量 因为它没有相关性 那么第三个 你这个变量要可控性 像我们昨天讲的存款准备力 存缺线力 公关市场操作都可以控制的 甚至于这个 要可测线 这些变量要可以预测的 如果你不能预测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影响到最终目标 所以同学 你今天你要使这个货币政策 能够达到它的总体目标 最终目标 那么你所选择的变量 不管是操作目标的变量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 准备金的总量 也就是存款准备金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准备货币 因为它跟中间变量 货币供给量 利率有关系 因为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就有办法影响到 这个货币供给量 那么银行的猜款利率 操作目标 同学间的猜款利率 就影响到中间目标市场利率 这样就可以影响到最终目标 那这样你才会有效 所以这是给空姐了解说 关键在你的操作目标 跟你的中间目标 变量的选择 是否妥当 是否合适 会影响到你最终目标的对线 你要使这个中间目标 跟操作目标有效 你一定要符合 这个变量的独立性 相关性 它的可控性 跟可测性 我这关键上同时要了解 那么再来我们讲第二个 操作目标跟中间目标的 变量的选择 通常不同的学派 有不同的论述 其实它的论述都是 因为它假设前提不一样 其实它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点是给同学说 要学习 怎样去欣赏 怎样去沟通 这个社会会有冲突 是因为你不懂得沟通 不懂得协调 不懂得欣赏 有关于这方面 有三个邪派 我这三个邪派都有它的论述 有它的存在 当然各有它的反对 例如古典邪派 货币邪派的选择 他认为说 用货币供给量来作为 中间目标是最好的 中间目标的选择 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说货币供给量 它不会影响利率 当然我也知道它会影响利率 但古典邪派 货币邪派认为是不会的 因为它影响所得跟物价 所以他认为说 你中央一样只要控制这个货币供给量 就可以稳定市场的经济 就可以达到经济的目标 是他这样认为 当然凯恩斯是反对的 货币供给量是一个涅控变数 又不是中间可以单独决定的 消费者可以决定 你拥有限界可以决定 又不是单外面的 所以他认为说不是很有效 所以凯恩斯邪派他认为说用利率 利率才是左右经济活动的关键 因为它可以影响消费跟投资 所以他来作为中间变量最有效 最有效 但是古典邪派 货币邪派反对 他认为说他错了 因为利率会影响到信用 信用的增加 利率才会下降 但是货币的增加 只有物价不会影响到利率 所以他认为用利率 来作中间目标的 不好 另外第三个 耶鲁学派更超越 他认为用股票价格 因为股票是经济的厨商 它可以反映经济的循环 可以反映经济的状况 可以反映经济的胜衰 可以反映整个经济的变化 等等 他认为他最公正 但是因为影响股价太多了 股票这么多 你到底要贤责哪些股票 作为指标 难度很高 因为时间关系 那我们这一讲就到此结束 谢谢林老师 谢谢 谢谢